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最近,由于一些原因,各大综艺都停播了 而备受瞩目的音乐综艺节目时光音乐会同样不例外 官方微博方面删除了预告内容 具体播出时间还得等后续官宣 而这一次延期,对周深以及邓紫棋而言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QQ音乐歌手榜目前再度更新 两位歌手的排名一个降低很多 一个保持平稳 原版周深在QQ音乐歌手榜的位置是第八名 对于一个新生代歌手来说 这是非常靠前的排名了 在排行榜里和诸多优秀的音乐人对类并且获得好成绩 于纯歌手周深而言并不简单 我们不得不说 周深依靠大量的OST以及综艺翻唱在音乐平台迅速拥有了自己的地位 《华开忘忧》这首歌曲更是足够好听 同时段在听人数超过3000 目前周深排名已经调出前十 赐予李荣浩、黄元、许松等歌手 局地十三位 从这里各位不难看出 很多人一直说的周深缺乏如同大鱼一样的代表作品 其实是对的 但是这也不能怪周深 大鱼是代表作 更是成名作 想要再有一首这样的单曲并不容易 倘若时光音乐会正常播出 周深的排名是不会下降的 因为毕竟是solo舞台 周深的翻唱是非常靠谱的 作为一位靠住嗓音吃饭的歌手 他往往被称为翻唱的神 因为他可以让原本普通的歌曲绽放更多光芒 那么让我们大胆预测一下 时光音乐会播出以后 周深的排名又可以上升到哪个位置 我推测可能能够达到第七名的位置 次于乐坛舞强和告舞人 除非有连续多首大爆款翻唱出现 否则想要超过告舞人以及陈奕迅等优秀歌手是非常难的 大家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猜测 同样 邓紫棋也参加了本季时光音乐会 他目前在QQ音乐歌手榜的位置 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改变了 时光音乐会则是一次机会 让他的音乐能够再上一层楼的机会 走创作路线的邓紫棋 在新专发布宣布出关以后 迅速在排行榜名列前茅 并且多首歌曲成功在短视频平台翻红 音源成绩越来越好 这组可见邓紫棋早期创作的很多作品是非常能打的 时光音乐会刚好是翻唱歌手本人的作品的一档综艺节目 其他歌手的翻唱如果让听众觉得好听 那么就会带动歌手本人的歌曲数据 现如今的华语乐坛其实就是这样 比起出专辑的热度 大多数歌手还是得靠综艺节目 单曲发布来提高曝光度 从而让更多人了解自己 听到自己的音乐 信息减防越来越严重的如今 哪怕强入邓紫棋 同样也不例外 我更好奇的是 节目播出以后 邓紫棋能否排名上升超过林俊杰 次于周杰伦 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 稳住自己的排名 这是一个未知数 不知道大家觉得 邓紫棋接下来的成绩会是怎样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